佛光照大帝,发戏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副总统赖清德在7号的时候前往佛光山出席星云大师原籍赞颂会场 一行人包括了有监察院长陈菊,台南市长黄伟哲,屏东县长周春敏 以及连续两天都到会场关心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赖清德表示星云大师对台湾的影响深远 纵篮离世不仅是宗教界的损失,更是全台湾的一大损失 并且希望佛光山能够持续秉持星云大师的理念 成为台湾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 副总统赖清德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 副总统赖清德向星云大师献花致意 陈其迈以及屏东县长周春敏等人 另外包括立委议员也共同出席圆集赞颂会场 佛光山主持星云和尚代表佛光山向副总统赖清德一行人致意 佛光山长老慈容法师也向所有人分享星云大师的教诲 每个人都需要慈悲 每个人也都需要智慧 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除了今天副总统还有院长 还有市长 还有各位长官 特别来关照 那么也感谢大家的这份信 赖清德除了表示星云大师原籍是台湾一大损失之外 同时也表示星云大师就如同一盏明灯 星云大师是我们景仰的一代宗师 在佛光山数十年来推广人间佛法 也教化社会 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 所以今天星云大师骤然一世 不然是佛光山的损失 更是宗教界台湾的一大损失 副总统赖清德表示 星云大师对台湾的贡献良多 深深向大师鞠躬表达敬意 而曾经担任高雄市长的监察院长陈菊 则难忘和佛光山的种种姻缘 我在高雄市前后十一年半 那我们跟佛光山确实有太深刻的缘分 我们很高兴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受到星云大师 他的胸襟大气 然后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他的包容等等 陈菊和佛光山有太多交流过往 无法一一道尽 而在场希望佛光山每位法师们 都要法体安康 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 而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 以及屏东县长周春敏 以及连续两天前来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对于佛光山也有满满的感谢 他一生的行迹 他的脚步 对于佛光山 对于台湾 对于佛教的贡献 那我们心里面非常的 对于这位伟人 以及宗教界的领袖 深深感到不舍 屏东这几年 三四十年来 深受佛光山的这个照顾 不仅是佛法无边 人间有爱 在我们很多偏乡的地区 都看到佛光山 幸运法师的这个爱跟能量 今天心情非常的尘厚 也特别来这里表达爱到 陆陆续续我担任公职的期间 也受教大师很多 也给我很多人生的一些祈祷 尤其来面对困难的时候 有一些疑惑的时候 也常常向大师请你 政府官员分分远从各地前来 向幸运大师致意 除了表达慰问之意 同时也对幸运大师的 弘法过程深感佩服 副总统赖清德最后也表示 希望未来 佛光山能够持续的发挥 安定人心的功能 对台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间位是张宇成真定家 正人中高雄采访报道